新婚小两口刚举行完婚礼,回到家就被人一刀割断喉咙,惨死在了刚装修好的婚房内,警方接到报案迅速赶到现场,案发现场一片狼藉,屋里的贵重财物被洗劫一空,经调查死者是啤酒厂的厂长,夫妻二人为人和善,从没与人发生过冲突,报案人称今天厂里要开会,可怎么也等不到厂长,平时厂长从不迟到,于是厂里就派人过来查看,到了以后就发现了尸体,就在警方焦头烂额之际, 就再次接到报案,郊区发现了一辆被烧焦的出租车,现场勘察发现,死者死因跟之前一起命案相同,都是被人用刀割断颈动脉,失血过多而死的,死者尸体连同出租车都被烧得不成样子,因此在现场并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,回到警局后,警方对两起案件进行了分析,第一起新婚夫妇被杀案,在现场发现了大量的血脂印,从现场痕迹可以看出凶手十分慌乱,随后对附近 邻居的走访中,一名老太太在案发时,曾看到一名陌生男子从楼道里走出来,但当时天色比较暗,老太太并没有看清那名男子的长相,第二起的出租车被杀案, 法医通过尸检确定,死者致死原因同样是颈动脉被割伤,导致的失血过多,现场留下了一些足迹和一顶假发,但是目前无法推断出假发,具体属于犯罪嫌疑人还是受害者的,两起案子的受害者没有什么关联,横检科经过勘查确定,火是从车内燃烧起来的,这就说明凶手很有可能是带着助燃物,或者是带着工具 从油箱里抽取了汽油,叫在车里并点燃起火,经过警方比对发现,两起案子凶器一致作案手法相同,就连足迹也吻合,因此初步判断两起案子,属于同一人所为,如此恶心的案件,短短几天就连续发生两起,这让警方压力巨大,蒋队为了找出线索,通宵地对现场的指纹进行比对,可依旧毫无发现,就在这时一起司机被结案,引起了蒋队的关注,起因是一个跑夜班的司机, 路上拉了一个乘客,哪知刚走没多远就被一把刀抵住,好在司机之前当过兵,反应比较迅速,趁歹徒不注意跑到警局报了案,随后司机随警方找到了案发现场,可是经过勘查,车上并没发现任何痕迹,根据凶手的作案规律,蒋队认为凶手这次没得手,短时间内一定还会再次犯案,于是蒋队决定让警员都假扮司机,以此来寻找凶手,可戒练一个星期的寻找,凶手依旧没有动静,无奈蒋队决定 今晚再埋伏一次,就换策略从别处找寻线索,凶晨蒋队正打算收车的时候,一对妇女上了他的车,看两人不像坏人,蒋队本来是不打算拉他们的,可男人却说自己女儿肚子疼,无奈蒋队只好拉上两人,可就在车子走到郊外时,蒋队却突然起了疑心,将男人带下车检查,谁知男人却突然动起了手,二人扭打之间跌下了玉米地, 而一旁的车子也因为没开远光灯,被一辆大货车撞翻,与此同时玉米地里也传来了一声枪响,随后男人跌跌撞撞地走向了出租车,将自己的女儿从车里拖出来,抱着他赶忙逃离了现场,或许是因为事件影响恶劣,凶手从此再也没出现过,之后警方意志不懈地努力调查,可依旧没有再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, 直到15年后,警方再次接到报案,火车桥洞下发现了尸体,警方赶到现场后对报案人进行询问,从大妈口中得知,早上他正四处找狗,哪知在桥洞下就看到他在拱着什么,走近一看发现一具血淋淋的尸体,于是他赶忙报了警,随后警方对现场进行了勘察,如此恶劣的杀人事件再次发生,瞬间让附近居民人心惶惶,这天晚上一个醉汉在回家的路上,竟听到了远处传来了两次枪响, 喝酒上头的男人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,可谁知道第二天,附近真的再次发生命案,一名城管头部中枪倒在了桥洞下,这次发现尸体的是一个小孩,他早上去探险,就发现城管满头鲜血地躺在那里,怎么叫都没反应,他急忙跑回家将事情告诉了大人,随后警员老张和小庄对案发现场周围,进行了走访调查,他们在最近的一栋楼里打听道,死者就是这里的租户,但是因为房子紧挨铁路,晚上也只能听到 火车的声音,就在这时一个红衣女人,正大喊着要报警往楼外跑,查案的老张当即叫住了他,听到他说家里出了事,老张和小庄便跟着女人上了楼,原来两夫妻早上起床,就发现自家的窗户被打了个洞,本以为是哪家小孩子调皮,哪知道在婚纱罩上,竟然发现了一枚镶嵌着的子弹, 见此情况他们都觉得事情不简单,便出门寻找警察,因为两人是今天早上才回到家,睡觉的时候都六点了,两人睡眠都比较浅,所以如果子弹是睡觉时候打进屋子,那么他们一定当时就能发现,于是老张让小庄下楼接住毛线团,然后将窗户上的弹孔,和婚纱罩上的洞连成一条线,用来确认子弹弹道,随后根据尸检报告,可以确定死者的死亡时间, 大概是晚上12点左右,两名死者的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刀伤,通过伤口比对,确定出自同一把薄刃刀具,而这两起案件死者所受刀伤,跟15年前的两起案件高度相似,只是最后一起案件,致死原因并不是刀伤,而是头部的枪击所致,警方从死者头部,以及新婚夫妇家墙上的提取出了弹头,比对后确定他们都出自于同一把枪,那正是15年前牺牲的蒋队所丢失的配枪,因此警方由 有理由怀疑15年前的两起案件,和最近发生的两起案件,都属于同一人所为,根据调查,最近的城管案的两名死者曾在执法时,都跟一对母女起过冲突,而今天的案子却让小庄想到了什么,晚上他跑去档案室,回看了15年前出租车案的录像,竟在里面找到了小时候凑热闹的自己,第二天他就找到老张家里,请求他调查15年前的杀人案时,一定要带上自己,小庄知道老张曾经是讲对的徒弟,当年如果 不是讲对让他在家休息,可能那天他也难逃一劫,因此老张对于讲对的牺牲,一直耿耿于怀,见小庄如此认真,老张带着他来看望讲对的母亲,并从讲母的家里找到了讲对的遗物,在查看遗物时小庄在口袋里,意外发现了半只烟头,奇怪的是这个牌子,并不是平时讲对抽的烟,看着手中的平原烟小庄陷入了沉思,他想到自己家里就曾生产过这种烟, 于是小庄找到了父亲了解情况,父亲醉醺醺的表示,平原烟没怎么生产就倒闭了,可能也就自己家里有过两河吧,见从父亲这里没有找到线索,小庄就想到当年讲对牺牲时,出租车副驾驶是有大量的血迹的,这就说明当年案发时,一定还有第三个人的存在,并且此人就是凶手的同伴,既然同伴受了伤,那一定会找地方看病, 想到这一点老张带着小庄,找到了案发附近唯一的一家诊所,从老板添薄那里得知,诊所是15年前开业的,可当老张问到他是否知道,当年的交通事故时,老板却表示自己当年还小,对那件事情也不太清楚,只记得当时是平安夜,写完作业他们就睡觉了,见没有的有用的线索,两人就离开了诊所,之后老张根据车祸的线索,再次调查了当年案发时的卡车司机,据卡车司机所说,当年他晚上开车, 已经十分疲倦,再加上当时晚上天太黑,就光看到了一个车尾灯,撞上去后他整个人都是猛的,也就没看到发生了什么,当年副驾驶上的血迹,经过鉴定确定不是蒋队的,当时蒋队是死在车外,那么就可能是凶手杀了蒋队,然后去车上就下了同伴,确定这一猜测两人再次来到诊所,竟发现诊所早就人去楼空,而周围的邻居也不知道老板去了哪里,并且小庄从附近打牌的大爷那里得知,这间诊所是天博, 从他的父亲手中接过来的,天博异常的行为,让小庄产生了怀疑,于是赶忙回到警局调取了他们的档案,然后二人就连夜找到了天博的母亲,当年他的母亲带着存折,抛下天博父子俩跑到了这里生活,从那以后就没再跟他们父子联系过,老张询问他是否知道,天博父子开诊所的事情,女人说当年他拿走了所有积蓄, 他们父子怎么会有钱开诊所,不过他此时也想到,当年天博父亲,有个很好的兄弟叫李守望,他的妻子死得早,自己带着一个女儿小匪,女孩多才多艺还会吹笛子,女人的话让小庄心里五味杂陈,因为这个小匪,很有可能就是自己小时候的玩伴,而如今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小匪父女,这让小庄十分不安, 两人连夜赶回了诊所,竟看到诊所正在装修,新老板告诉二人,自己是通过中介盘下的店铺,打算开美甲店,他们根本不认识之前的老板,趁着老张询问老板,小庄四处查看时,发现了一个带鞋的枕头,小庄好奇地捡起查看,竟在枕头里发现了一个日记本,于是两人将枕头带回警局检查,而根据从天博母亲那里得到的信息,警方调取了父女俩的资料,发现小匪是在十五年前突然退学的,随后, 就再也没有了他们的信息,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,初步判断杀害蒋队的凶手就是李守望,车祸发生时他没有在车里,事后跑到车里就出了同伴,然后将同伴带回了天国家治疗,因此老张认为这个同伴就是小匪,为了洗清小匪嫌疑,小庄表示不会有哪个父亲,会带着自己女儿去杀人的,可老张眼看十五年的旧案就要真相大白,说什么都要下令通缉李守望妇女,两人为此甚至差点动手, 就在此时警方再次接到报案,说是有人私藏枪支,这让众人都以为这枪支,就是当年蒋队丢失的那把,于是立马前往现场,哪知只是一个醉汉,喝多了酒不依不饶的闹事,甚至还跟警员动起了手,警方将所有人都带回了警局,之后经过指纹比对,竟发现其中一男子的指纹,跟十五年前第一起新婚夫妇案,家里提取到的指纹竟完全吻合,于是警方将人抓捕, 提油烫两口衣杀疗 见男人如此爽快地承认了一切,本以为蒋队被杀一事也能水落石出,哪知男人咬死不承认,表示自己只做了这两件事情,男人的回答让老张爷匪夷所思,难不成还有别的凶手,晚上小庄拿出小斐的日记本查看,竟在里面发现了重要线索,原来当年李守望搬家钱, 他的母亲带着两包烟和一笔钱,找到了李守望,说出了埋藏在心里的秘密,原来多年前李守望曾就吓过他,因此他对李守望十分感激,才会对他的女儿照顾永家, 而日记本的最后一页,夹着的正是一张平原烟的包装纸,与此同时准备自首的李守望,发现自己的枪不见了,想到女儿要去见小庄,于是赶忙赶去他们约定地点寻找, 在湖心的小船上,小庄见到了儿时的好友,他迫不及待地向小斐求证,李守望杀人的事他知不知道,小斐没有回答反倒询问他, 是否还记得15年前平安夜的约定,小庄插科打混说自己忘记了,小斐一脸悲伤地告诉他, 当年为了跟他赴约,他骗父亲说自己肚子疼,非让父亲带他去看病,在车上他睡着了, 等醒来的时候就看到,父亲跟当时的司机起了冲突,之后自己就遭遇了车祸, 在这次车祸中他失去了一条腿,他从来不喜欢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假置, 可他却主动给小庄看了,为的就是想问小庄一个问题, 平安夜那天你去了吗? 没去 为啥? 我忘了呀 听了小庄的话小斐再也控制不住,眼泪止不住地流下, 自己当年因为跟小庄的约定,假装肚子疼跟父亲上了出租车, 而当时蒋队误将父亲当成了,之前两起案件的凶手, 两人因此起了冲突,争执间误杀了蒋队,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任性, 就在这时小斐突然拿枪对准了小庄, 他边哭边笑地说小庄像个土豆, 看小斐哭得那么伤心, 小庄从怀里拿出了平原烟的包装, 抬头地瞬间小庄呆愣当场, 其实小庄当年同样义无反顾地赴了约, 可到最后他却不知为何, 没有向小斐说出真相, 而小斐也因为当初的执念选择了结束,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, 点赞加关注下集更精彩。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下集更精彩。